全面里大开讲 有话一起讲 大家晚上好 我是甜头 各位我是婉君 在未来的某一天 回首2020年一定会发现 只有想不到 没有世界做不到 一夜之间我们见证了 石油历史上最惨烈的一幕 纽约一天 这油价崩盘 而且是彻底崩盘 五月交货的 纽约清止原油期货价格 自由落体式的下降 油价收在每桶 付的37.63美元 那么跌幅超过了300% 现实总是把我们的 常识打击的致力破碎 水比油贵一点也不荒唐了 最糟糕的时刻真的要来了吗 提琴持续 很多人的职业 也面临着巨大的考验 主业无法正常运作 副业成为了许多人 在当下的经济来源 刚需副业成为了 大众事件的热门词汇 增加收入之外 能为自身拓展 更多元的职业选择 成为大家考虑 展开副业的重要原因 今天我们也有 特别来宾一同 分享他的 刚需副业二三十 现在开始要请您 将我们的实施互动 让我们有话一起讲 全媒体大开讲 全方位视听盛宴 等您来开启 拿起手机扫码 关注官方的微博微信 你也可以登录以下的客户端 了解台前幕后的 第一手资讯 打开微信 摇摇进入电视识别功能 对着电视摇摇手机 探索互动新玩法 亮出您的独家观点 天下热点 社会万象 让我们有话 一起讲 欢迎回来 那么今天的一觉醒来 相信大家又有很多的感慨 2020年我们真的是 除了在见证历史 其他什么也没做 新的历史说的就是 周一收盘跌到 负值的纽约七油 那么说到油价 这倒是令人想起到 一个多礼拜之前 特朗普有关欧佩克的言论 在13号 特朗普在推特上就表示 欧佩克的协议 不是减产970万桶 那么简单 而是高达2000万桶 而且他还说 这样的减产 能让全球在遭到 新冠肺炎打击之后 重振旗鼓 那么那时候 有业界的人士就表示 这是一项史无前例的措施 甚至能令 一直抨击欧佩克的G20 也参与到原油价格战的 战局当中来 可谓是重大的政治意义 所以哪怕有行业报告分析 这样的减产 只是在伤口上 涂灰泥而已 而欧佩克当时仍然显得 是非常有信心的 是 不过呢 不光是田同 刚刚介绍的这些 现在看来史无前例 这个词我们现在用 还为时尚早 因为还有更多的消息 在当地时间 4月20号 纽约5月的汽油 经历了大崩盘 跌幅是接近306% 收盘的报价是 每桶负的 37.63美元 这样一个数字 从来没有出现过 连课本上 教科上都不知道 这事该怎么办了 不过在21号的亚洲 交易时段 纽约的5月期又出现了反弹 超过了一倍 最新的报价是 在1美元上方游走 而到今天下午的5点半 WTI的原油 6月合约价格 已经是扩大到 跌幅 已经到了42% 跌破到了12美元一桶 所以一直到现在 大家都在议论纷纷 美国总统特朗普 早前对此说了 这是填满石油储备的 一个好时机 我觉得这些 是一种大约的 质量的质量 您的看到 它是非常有趣 的给很多人 我们的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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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买 购买 这会是第一次 在一段时间 刚老师你看 其实有很多人说了 这是石油历史上 绝无仅有的一次 惨痛的这样一幕 非常惨烈的一幕 一夜之间这个油价 跌成了这样一个情况 现在很多的分析 您觉得这个导致原油价格 跌到如此大的这个情况 肯定还是跟疫情有关的 最背后最根本的原因在哪里呢 比较表面的 咱们刚才议论了嘛 比如说这个正好今天 昨天这是一个交割日嘛 正好是5月7月的一个交割日 这是很正常 每次这个时候都会低一点 这是肯定的 另外呢 正好现在这个情况又很不好 正好疫情情况 就是美国欧洲还没有见到拐点 这个感觉啊 所以这个就加大 这个股 这个所有的价格这个东西的波动 特别是股和股相关的 都是和这个不确定是连在一起的 只要不确定的话 它就没法判断 做出预期的的时候 这时候就尤其影响它的这种动荡度 那么但是我觉得这个里边 我们还是要考虑到 它基本盘还是一个供需的问题 这很明显的 就是说这个需求不足嘛 就是现在所有的用油 就油耗的这些 主要的油耗这些产业行业 现在都不干活 现在都停了 航空 汽车 我觉得像美国这样的还好 还有时候还开车 还能出去转一圈啊 但是一般来说 总体来说 因为产业都停了 这个是个大的油耗 这个一个部分 所有的这种 这个重量级的油耗的 这些企业行业都停 这个时候就使得 他其实特朗普这个人呢 他还是说的有点 他这就简好听的说 他为自己 还在想着给自己拉选票 他说这没事没事 什么没事啊 还要拉去抄底 对 为什么负值 为什么会到负百 负三十几美元 为什么 就是因为没有库存嘛 这很简单 到哪去存 你给我找仓库啊 对不对 你要给我找个战略型仓库 我倒找你点钱 我把那三十七 我隔一半我给你 你没有 就是因为没有库存 而石油又不 原油又不能够像牛奶那样 倒进盒里 因为它涉及到各种综合性的环保 各种各样的这种约束 所以它就这种商品 就有一种非常特殊 又非常脆弱 又极其重大 极其重要 是这么一种商品 要从这个物品的性质 这个商品的性质出发 来讨论它的这种 这次跌的这个过程中的一些特点 是 其实关于这个油价 还有很多方面 我们需要一点点来考虑 没怎么解 就像包洋葱呀 一层一层的来聊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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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天通 对 慢慢来分析 美国油价跌至了负值 不仅是创造了历史 还是引发了世界原油市场的 一系列的动荡 我们都知道呢 华尔街的石油交易 主要就是从石油期货 和现货的差价当中来获利 那五月美油是跌到了负值 那么这样交易员们 是陷入到了两难的境地 抛售肯定是会赔钱 但是如果不抛售 他们又会面临着 这个油无处存放的问题 以及六月期货的差价问题 所以随着交割日期的到来 权衡之下 他们只能将手里的 五月期货全线抛售品仓 而在另外一个层面上呢 富油价也意味着 原油的运输成本 已经超过了石油本身的价值 如果是关闭油井的话 损失将十分的巨大 为了维持运营 储存空间不够的情况之下 生产商们只能赔钱 让买家把油给拉走了 那么对于整个石油行业来说 这到底是意味着什么 大型的油企 肯定是会面临损失了 那么即使拖累美股走低 能源板块也是重重受挫 石油市场恐慌的情绪都在蔓延 那么大型的油企只是亏损 已经无法贷款的中小油企们 也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油价重挫之下 中小油企是大片的破产 对于他们来说 油价的高低负值 似乎已经没有那么重要 和意义重大了 因为企业活下去 这三个字已经不靠市场了 他们只能继续客户不要倒闭 否则合同的款项都难以收回了 连组的反应还不止如此 昨天晚上国际油价也是持续下跌 一度跌破11美元 是1998年12月以来的首次 而受到原油市场地迷走势的影响 欧股和美股的期货也普遍下跌 美股三大指数也是全线低开 此外有媒体认为 最不希望看到国际油价大跌的 应该是飞机的两个制造商 是波音和空客 两只股票在昨天晚上分别下跌了 6.75%和2.64% 那么专业的人士就分析称 疫情影响之下 全球的航空客运是受限的 加上油价的暴跌 今年的波音和空客 净取消单将达到1000份 所以可见到最惨烈的原油市场 带来的影响真的是不小的 那么接下来原油市场的走向该如何 我们还是继续有待观察了 田通的这个分析 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了 在市场层面 资本层面 这个原油的这个价格的跌幅 造成了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影响 但是很多朋友们都要问 这个油价跌成负的 这对于普通人老百姓的生活来说 会不会有什么样的这个关系 这其实是很多人都比较在关心的 还有更新您怎么来看 油价的这样一个大跌 对于这个经济的复苏 究竟是只有坏处呢 还是真的好坏 可能都会有一些考虑在里面 而且我家还有网友在说 趁低买入 现在不是到低点了吗 可不可以趁低买入 昨天趁低买入的应该死掉一片了 中国这类的国家 对不对 中国日本韩国这类国家 这个一直就在讨论 这一段这个油价这么折腾 一直这些话题都在讨论之中 我先说一句 就是说 这个就是 咱们讲你刚才讲的这个 就是说这个正面负面 正面来说 咱们就说这个 比如说油价低了 自然对于够油的人比较有利 比如像中国这样 肯定是有利的 但是像美国这种 地大物博 它是地大 它那存货的东西 存货的那个仓库也多 所以它呢 相对来说 所以特朗普讲的 并不完全是没有根据 就在美国 它还有一些战略储备的一些空间 就是库容的空间 所以它还可以容纳的话 它就 它就尽快买呗 对不对 它可以做的 但是实际上 它远远 因为什么 这一次 而且还要出现一个 刚才咱们聊的这个话题 就是这次是期油 就是期货 期货是五月的油的 这个交易 这个呢 其实是一个纸面的 就是一个合同 并不是现在的 是一个预期的一个合同 是这么一个东西 这个咱们先把这概念 先说清楚 这是第一 不是县城的油 我就搬回家去 扛回家去 我就如何不是 第二 就刚才你讲的 就对我们老百姓来说呀 中国政府 今天早早的人 就已经说了 这个前几轮的 这种石油动荡 早就说了 只要一桶 降到40美元以下 就不受这个 物价动荡的 这个 在日本 我们有时候 开车出去 那个老写的 今年的原油价多少 什么 今天的价值多少 它老在变 但是如果跌到 一定程度的时候 它就不再跌 因为牵涉到 它本身的运营成本 好多的问题 细致问题 那么这个部分 多出了这个钱 它就会放到一个 什么基金里边 这个咱们不管它 就是说 总而言之 也不用做太好的梦 就是说 那边跌成负的 你这边 你上街 人家还倒着你钱 你想什么呢 没太可能 对对对 这个咱们不要想 但是我要说 就是这个里边的 其实负面 刚才我们说的 比较正面的 就是对于用油的人来说 比较合适 负面来说 首先就是 它对于产油国的体系 发生了极大的冲突 那您其实指的 就是这几个欧佩克的国家 还有现在欧佩克加吗 欧佩克至少加二 加美国和俄罗斯 再往下一下就掉到五百多桶了 没错 五百多桶就是一加一 我们老说就是伊朗 伊拉克 还有加拿大 我们叫一加一 就是说这么一个水平层 中国也在这个水平层里面 大致是这样 但是这里还差一个 委内人拉也得给人放 储量比较多 现在生产的力量也比较强 咱们不管它 现在我们要说 这个体系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经济的政治的 国际关系的体系 这个体系如果出现了崩盘 或者出现了重大颠覆性变化 对我们所有大国的经济和社会 和国际关系发展 都会造成重大影响 细节咱们后面还可以再说 其实这次的美油价格的下跌 也是对于疫情 这么长时间以来的一个 对于世界经济的影响的一个出现了 那么很多人都关心到的是 在疫情之后 世界的经济又该走向如何 我们再一会儿继续和您聊 全媒体大开讲 全方位视听声音 等您来开启 拿起手机扫码 关注官方的微博微信 您也可以登陆以下客户端 了解台前幕后的第一手资讯 打开微信摇摇 进入电视识别功能 对着电视摇摇手机 探索互动新玩法 亮出您的独家观点 让我们有话一起讲 欢迎回来 其实在上一节预告说 田同特别提到了一点 这样的一个影响 对于接下来全球经济走势会怎么样 很多人会觉得 这是不是离我们很远 其实并不然 往大了说 这是经济层面的事情 但往小时可以关系到 每一个人的生活 现在来看全球的经济该怎么走 该怎么走 这是非常重要一点 各大权威机构 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达成了一个共识 那就是世界经济出现衰退 这件事可能已经跑不了了 国际货币基因组织IMF已经说了 全球经济会出现 自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以来 最为严重的一次萎缩 并且留下长久的伤痕 让12年之前的这场 金融危机是相形见绌的 而具体来说 IMF预计发达经济体 今年会萎缩6.1% 那新兴经济体同样也逃不了 萎缩只是幅度稍微小一点 1%左右 如果说第二季度之后 还不得不继续来实施 大范围的限制出行措施 并且2021年 再爆发一场相对较轻的 新冠疫情的话 那么整体的经济损失 就再翻一倍 当然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并不仅仅是停留在 经济衰退这个层面的 更有德国专家预测说 疫情将会重塑全球的经济结构 首先就是逆全球化的趋势 客观上来看 疫情让商品服务人员资本的跨国流通 受到了非常大的阻碍 主观上来说 各国都在抗疫的过程当中 发现了一点 就是本国这个产业可能存在不足 所以在未来很可能选择性的 要偏袒本国的供货商或者是产业 这导致什么呢 这就是全球化出现了一个退潮的现象 另外 疫情对于经济结构的影响 还将表现在大企业控制力得到强化 经济危机的火将首先烧到中小企业 破产潮就接踵而至 IMF预告就说了 如果说经济集中在少数比较强大的企业身上 那么他们就会失去投资和创新的动力 收入分配也将会更加的不均衡 同时呢 美国媒体也说了 疫情将会强化美元的货币王者地位 全球投资者的业主呢 由于害怕不确定性对于安全资产的渴望 所以就纷纷的把他们的投资意向更靠向于美元 这无疑使美国保佑一个强大的影响力 但是呢 也指出了 强势的美元就肯定会影响到美国的出口 加剧美国国内失业的状况 而这样一个死循环呢 可能就会慢慢的侵蚀美元的信用基础 即使美国大规模发行国债 也是在透支它的国家信用 这就触碰到了世界金融体系的一个长期隐患所在 所以其实特别想请问庚老师的是 我们看到这个 现在全球都在关注疫情之下的 全球经济该如何去复苏 大家应该去怎么做 包括您觉得这次疫情会对于全球的经济 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或者是改变 长期的还是短期的 哥们首先问问您啊 这是个死循环吗 现在来看 经济复苏 首先那就得要有生产 但是现在疫情不退 你就没办法去经济复苏 你疫情不退是因为 疫情要想退 人就得都待在家里 没有经济这样一个活动 这不就是个死循环吗 是 这个呢 在油这个事上 在油价这个事上 所有这个整体的经济的这些动荡的原因 都在这了 决定油 这个从第一次熔断 咱们记得啊 就四段嘛 美股四段啊 第一次到第四次都跟油有关系 都跟这油价有关 都跟油股有关系 就跟咱们今天讲这个事 今天这个事是在这个一个副价这个上面 一下子把 而且用汽油的方式把它体现了一下而已 我觉得这里边三个东西啊 第一个就是疫情 疫情现在不确定的话 就是说你把石油价格 这个这个好低到简直就是白给白送都可以 这个咱们对于制造业来说 是好事啊 我这不是我这个油 成本低 成本低了 但是呢 你上不了班 你成本低管个屁用啊 对不对 你上不了班 你现在的油都用不掉 对不对 所以这就不行 这样呢还得要解决一个 疫情一定要控制住 这是第一个 疫情 但是我们都知道 经济的周期的波动 疫情是短期的 而中长期的是周期 是经济本身有下行压力 就是这个已经十年了 从2009到现在 11年了 所以这个周期的脆弱 一直在压着股市 压着也压着油市 压着油股 全都压着他们 压着我们所有人的投资者的信心 都在这 所以这个呢 一定要解决 而这个东西 说实话 油价跌只会是负面的东西 更多一些 让大家感觉 哎呦 连这些投油的 买油的这个股的人 那都是最精明的这些投资者啊 可见他们对于前一 今后至少到五月份的预期 是非常不好 这是很现实 到五月份都没有 然后等会儿 后边还有一个 油的这个问题 还牵涉到一个 就是欧佩克和沙俄主要 沙和美 沙特和俄罗斯 沙特和俄罗斯和美国的合作 这个合作就体现了什么呢 就在整个的疫情也好 那个行情也好 包括油的这个问题也好 都是背后一个大的 全球式合作呢 是协调和谅解呢 还是互相之间 就是像打仗那样 我要吃了你 我宁可我损失 我也让你损失更多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次啊 我跟你说 第一次熔断的时候 他们说油价说的 沙俄两边谈不拢 我就说了 我说这个他们会谈拢 因为我知道 他们双方的这个基本数据 都在这摆着 他们没有那个能力 一直扛到底 美国也一样 你看特朗普也是 他一进来 他的盐油的成本在那摆着 不然的话 他盐油的这些 所有的公司一倒 他这选票就没了 在这个时候 我们要注意到什么 就是一个是全球合作 一个是疫情的控制 一个就是经济下行 周期的控制 这三个东西 都既是油价的原因 又是油价今后发展 所造成的发酵的效果 其实刚才范俊说到 这是一个死循环 看一看 现在各国都是怎么样 去试图打破这个循环的吧 我们看到疫情 震荡全球的经济 欧洲的经济 也躲不过 这个大幅萎缩的命运 那么最近几天呢 欧洲疫情开始趋于平缓了 多国就迫不及待的 开始解封了 在20号 德国就迈出了解封的第一步 宣布全国800平米 或者以下的商铺呢 以及书店 汽车 和自行车经销商 都可以恢复营业了 意大利总理 21号也就是今天 在社交媒体上呢 就称意大利预计 将从5月4号开始 逐步重启经济 那么在北欧的地区 丹麦20号是重启 开放了法庭 监狱 部分实验室和私人诊所等等 像理发店 驾校 和其他一些自由职业者 也开始了营业 那么在挪威 各级学校开始逐步复课了 幼儿园在20号 已经率先重开 27号就轮到小学 一年级到四年级 而在美国呢 各州的复工的呼声 是依旧不减的 有越来越多的民众 走上街头抗议 要求解除居家令 还批评居家隔离令 违反了宪法 保障美国人的权利 而此次美国政府的态度 似乎就严谨了许多 回应称 目前首要工作是 加大监测力度 而特朗普还表示 为了保护国民 将签署行政命令 暂停移民进入美国 而无法阻止各国重启的 世卫组织则在20号 发出了警告 称解封不等于疫情的完结 要真正结束疫情 有来政府继续防控 而疫情可能带来的 最坏情况 可能还没有出现 好 恭喜你 相信我们 最坏的都在前面 让我们准备这个传统 是一种疫苗 很多人还没有理解 很多国家非常发展 根据先生您看 其实对于很多人都在分析 这次无论是股市也好 无论是这个汽油 这个价格也好 很多都反映出一个问题 就是很多人 远远没有料到这个疫情 会带来如此长时间 这样一个影响 这也是市场的 最直观的这样一个反映出来 这对于全球的这样一个影响 会不会越来越大 还有其实刚刚我们也特别提到了 很多人现在开始寻求避险 黄金价格照好上去了 现在美元也变得非常的强势 但是美元的强势 又带来了美国国内的 一系列的这样一个经济问题 这可能又踏入到 另外一个死循环当中去 这对于全球 接下来的这个经济走势 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特别你讲到美元这个问题 我要说一句 就是咱们一直都认为 在布林顿森林体系那个时候 在小岛学经济 人田同现在也对经济很了解 实践操作 就是说这个美元 原来我们认为它是以黄金 以金本位 黄金一没了 从70年代那时候 黄金一没了 金本位没有 后布林顿森林体系之后 大家就又有了一个新的概念 叫做石油美元 就是原来是黄金美元 现在石油 就是说因为这个OPEC 和美国达成协议 就是我们这个石油的国际交易 用美元来结算 用它来弄 所以就显得好像意思是 好像美元是以石油 这个重要的商品 作为一个依据 其实不是 这一定要澄清 最近不断有人出来 学者出来澄清这一点 就是什么 美元它是一个信用货币 不是这个石油货币 石油它是一个普通产品 它会你像这次一下动到 但是你看美元反而并不跌 还比较强 为什么 就说明了美元它是靠通货膨胀 这是2012年这个美联储 专门的就是正式的做 它正式说明了一下 就是美元的基础 是通货膨胀率2% 这个标准 我们按照这个轴来转 稍微的不合适了 要不我就加息缩表 加息缩表 在负债表上来买债 要不我就减息 像这次 我就量宽 我就减息 用这种调节的 各种调节手的利率 等等各种的公开的 这种市场操作手段 然后来解决什么呢 解决一个整个通货膨胀率 里面所展现出的供求 这供求不仅是各种的 物品的供求 包括货币和市场的 这个供求关系等等 所有的东西都在 所以使得保证美元 始终能够满足 购买力的基本需求 这样的话就使得 美元的信用始终保持 而且再加上 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 它的信用实力 它的军事 社会 各方面国际关系的 这种力量 就使得美元 就是在没有黄金 没有一个实质 实体性的一个物品 做一个商品 作为依托的时候 它仍然是国际货币 仍然被大家 作为一个流行的 一个国际通用的 整个世界货币体系 里面的中轴 在这转 而且大家都对美元 很满意 不是很满意 有也又不满意的 至少有信心 但是至少比别的货币 要有信心多了 比英镑 比欧元 比别的什么 甚至比日元 什么都要好 所以那么 这就形成了美元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说什么呢 我说到这个过程 我就想让大家知道 就是油价不是一切 不是说油价以什么了 美元也就完蛋 也就整个打了美国经济 或者整个世界 不是 它实际上是表现了 我们还要观察 这种综合性的 整个市场的周期的变动 以及全球合作 以及疫情的 这样一个发展 是 其实关于油价 还有更多的这个话题 可能也是需要长时间 跟大家慢慢的 再来分析 接下来我们先休息 回来之后 继续带各位全民体大开讲 稍后见 全民体大开讲 全方位视听声音 等您来开启 拿起手机扫码 关注官方的微博微信 您可以登陆以下客户端 了解台前幕后的 第一手资讯 打开微信 摇摇进入电视识别功能 对着电视 摇摇手机 探索互动新闻法 亮出您的独家观点 让我们有话 一起讲 居家抗议这么久 真是每个人的做法 都不一样 你知道 有的人是一觉睡到12点 有的人已经读完了五本书 有的人面临失业零收入 而有的人却靠发展副业 月收入过万元 今天来聊一聊 就是所谓的副业刚需 那么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先来了解一下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一些本该在 金三银四的春季招聘中 机身职场的毕业生们 还在焦急地 等待着面试和工作邀请 根据报告 2020第一季度的 国内企业招聘职位数 和招聘人数同比降幅 均在27%左右 同样深受疫情影响的 职场人士们 则发起了跨界尝试 有的卖房小哥 干起了快递 有的城市白领 甚至做起了网络主播 副业刚需这个词 过去曾火爆一时 指的是 人们在巨大的生活压力下 除了主业之外 再给自己一个 Plan B的退路 听起来挺美好 然而 现在随着疫情 带来的严峻就业形势 对一部分人而言 平日里搞副业 是兴趣所致 这个时候 已经是生计所需 平日做副业 可能面临时间 和精力上的匮乏 而在疫情下 人们的正常就业渠道 受到了影响 而长期的居家生活 也让大家拥有了 大量的闲暇 副业也因此逐渐成为了 当下货真价实的刚需 根据相关报告 在疫情居家期间 有超过六成的职场人士 已经自谋出路 已经开展 或计划开展了副业 或者兼职 此外 近八成人 计划疫情结束后 继续兼顾副业和兼职 而所谓的疫情启示路 也在朋友圈疯狂刷屏 或许也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职场人士们 在疫情后新的反思 这商量要不要玩点副业什么的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请到了 一位这个本职是媒体人 但同样也是斜杠青年的朋友 叫李志勇 也跟我们一块来聊聊 欢迎志勇 哈喽 欢迎志勇 好 主持人好 家人们好 这个特别跟大家说说 这志勇呢 不光是这个媒体人 他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副业 据说在这个疫情期间 也开展了很多 还是志勇 你到底现在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有几个斜杠啊 还有在疫情之间 这些斜杠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简单说 可能有四个斜杠吧 头一个呢 是这个讲师 我平时啊 这个每年到高校讲座 大概其他有十来堂 比如说 中国传媒大学的新闻系 它的本科生和研究生 入学第一课 基本都是我讲 然后当然还有这个 像中国政法大学啊 北京油电大学啊 讲课 第二个副业呢 当然这也不挣什么钱啊 都是公益性的 第二个副业呢 是在广播电视媒体上 做点评嘉宾 就像康辛老师一样啊 我们俩是同行 欢喜严嘉 那么这个 在中央人广播电台 经济之声 那些年这个频道 现在还在做 这个节目就叫那些年 讲什么呢 用财经的视角观看历史 最近正聊到 原末的时候 让创业团队 怎么拿到天使楼的投资的 那么第三个副业呢 是这个 在这个 中国教育电视台 做嘉宾呢 就是做那个高考 这内地有个考试啊 就高考 那么同学们考大学的时候 我去做点评 点评 我觉得把它写成一本书 很有意思 后来就有了一本书 你看我给展示一下啊 高考 降维 走而爬 这可以啊 这有 我发现你 我怎么觉得你的副业 还比你 正值还忙呢 就各种各样的 这个活动不少呀 对挺好 对挺好 对因为我平时 我就没有什么节假日 我每天的休息时间 就是四五个钟头 我把所有的业余时间 全部盘活起来 我还有一个副业呢 是说相声 那么 我非常一个偶然的机会 拜在相声明家 李立山先生的文相 这是我的师父 那你都说到这了 要不来一段呗 来两遍 我先介绍一下 我们是每月的时候 都在这个哪呢 这个北京有个著名的卖场 小屁帽 叫做凯德帽 凯阳公小屁 凯德帽 然后给这个观众们 免费的公益的做表演 为什么公益的呢 因为卖不住票 其实这个相声很简单 它就是发现生活中的笑点 你比如说 我在这个 今天北京风突 别的大 我在这个电梯里边 我看你老太太 她就有说相声 你这个潜质 那风格别大 那个小孙子 特别兴奋 奶奶奶 咱们出去放风筝去吧 奶奶就急了 倒霉孩子 什么放风筝 这天你出去 你就是风筝 真实际 这挺逗 挺好的 志勇 我想问问 我们刚才聊到 其实现在来看 很多人因为这个疫情 没有办法去从事他们的这个主要职业 所以现在反而变成 副业是变成他们一个刚需的需求 那在你这儿 这个副业是不是也是一种刚需的需求呢 还是说 这咱们纯粹是因为偶然的这个原因 或者是因为爱好 才慢慢慢慢发展出这么多的这个副业来呢 是这样的 这个刚需对每个需求层次的人都不一样 马斯洛的需求理论 有的人的刚需是在于吃穿这个层面 他要靠副业来挣钱 养家糊口 那么我可能脱离了这么一个层了 我呢是处于实现自我 就觉得呢 我这个生命 与其用来睡觉 是吧 这个生前何必久睡 死后一定长眠 将来他去世了 再睡不来得及嘛 我就想把它盘活 那么在这个疫情期间呢 没办法玩我刚才所说的这些副业了 因为那个凯段帽也不开门了可能 那么高校人不请你讲了 学生可不能回来上学 怎么办 我就开始玩抖音 我现在是抖音的 原来我在抖音上的粉丝只有300人 你知道这段时间 我多少人粉丝了吗 多少 两万三千人 可啊 两万三 那您其实下今儿来了咱们大开奖之后 就奔着23万 两百三十万去了 这粉丝哈 我在抖音上有个很好玩的小举措 我叫冰箱评论员 我把头扎在冰箱里边 然后呢 用冰箱灯照明 然后对着评 评什么呢 评一些热点 比如说杨坤 diss这个刘德华 刘德华你都知道吧 哎 你香港人没有不知道呢 这个 说刘德华不是真正这样的歌手 然后呢 好多人都说这梁坤 你说的不对 他们没说到根上 我把根给他说出来 说完之后 一摔冰箱门 替大家出气 大家就支持我 七十多万的点击率 你看多好玩 又涨了粉了 又很好玩的一个事 这特别有意思 这志勇刚刚这介绍 你就发现 他真的是说笑声挺厉害的 这怎么介绍 他善于在生活当中发现 没错 感觉他说话 他是很乐观积极 开心的这样一个状态 志勇还在线 我们一会儿再跟志勇再来聊 所以现在想帮我们高老师 其实像志勇这样的 在疫情期间的很多人 都搞起了副业 您觉得在疫情之后 我们说后疫情时代 这样的一个状态 会不会延续下来吗 或者说给很多我们 有主业的人带来一些启发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件事 其实我要一说 这理论就来了 从国家 从社会来说 第一个是调结构 咱们有好多的 为什么会有副业 就是因为这些东西有需求 但是咱们供给方的改革 做的供给侧的这方面 努力不够 供给不足 所以才会有我们 做副业的这种机会 空间 对不对 这是社会 国家 政府 什么的 都需要进行这种结构调整 另外补短板 你看有好多东西 其实是一种短板 比如在家里怎么锻炼 怎么能够娱乐 怎么能跟家里人 在一块的时候 还能够夫妻俩 能够少吵架 能够不断地 产生一些自愈性的一些项目 这都是一些短板 我们生活中的 我们生活过去 过于无趣 过于简单 过于以谋生为手段 这个 知道我 这是一个大的宏观 从微观 从我们每个个人 任何一个人 都是有多样性的 多种才华的 你看像你们 这就更别提了 那你们这小万 这钢琴大人 田同那人的唱歌 这你们都有非常好 田同书法很棒 书法也棒 书法 这个就是说 这人田同这好家伙 就是这个才能是多方面 就是说 但是我是说什么呢 就是每一个这个才能 大家老会觉得 就是玩呗 老觉得好像不务正义 这才是正义 我跟你们说 马克思资本论 他专门讲 共产主义是什么 就是人的全面发展 就是人的所有的 那个才能和你的 那个愿望 你的兴趣爱好 都能够充分发展 而且这个发展 都能够变成一个 对社会有用的东西 这样就把谋生手段 变成了第一需要 这个规律就有了 没错 你知不知道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间呢 终于可以有时间 好好来审视一下自己 问问自己究竟 还想做什么 喜欢做什么 现在真的有时间 疫情带来了很多的变数 但是其中 或许也蕴藏着 很多的机会 有一项调查显示 有69%的人 对于互联网的行业 抱有信心 有59%的人呢 看好医疗行业的发展 排在之后的 还有教育 交通 快销的行业等等 那么很多的年轻人 以此为契机 开始了轰轰烈烈的 副业之旅 我们来看一看 有哪些可以选择的副业 很多人的第一选择 就是电商 微商了 因为呢 毕竟不太需要 这个我们投入更多的成本 而大部分的网购平台 在疫情期间 都能够正常的营业 再加上疫情之前呢 相当火爆的代购行业 这两者的总占比 可以达到所有副业的 34.56% 在疫情期间呢 企业整体是招聘需求下降 近30% 但是直播行业的人才需求 却激增了123% 平均的月薪有9845元 从而招聘来源来看呢 原本做销售和运营岗位的员工 转做主播岗位的人数 是特别多的 那么这段时间 还成了很多人居家学习的好机会 于是各类的职场技能 亲子教育 健康变美 赚钱理财等等的课程呢 以及情感类的心理测评 在网上是非常受欢迎 而这些课程的火热 也催生出了新的副业 叫做网络课程分销 那么还有爱学的 当然就有爱玩的 打游戏也成了越来越多 宅在家里的年轻人的首选 那么整个行业也是逆势增长 根据显示呢 欧亚非主要国家地区 第十二周游戏销量达到四百三十万套 环比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三 其实主业还是副业 从一而终还是责磨而息 多元体验还是有地方时 并没有标准打业 那么搞副业这件事 说到底是多重技能在手 应对危机无忧 一人身兼数职 自律方得自由 这厉害了 这身兼数职 我发现其实可能现在以后 每一个人身后 被标志上就会多这么一条 身兼数职 我们继续再来连线一下 我们这副业搞得 风生水起的斜港青年 这个李志勇 志勇 疫情过去之后 你还有没有哪些想法 发展更多的这个副业 还是您身边 有没有朋友 也开始就像您这样 从事更多的这个副业 那有没有可能 未来这个副业 会变成自己的这个主业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 我觉得非常有可能性 米兰昆德拉有一句名言 他说写小说 就是发现生活的 生命的另外一种可能 我觉得疫情啊 是一个终止符 那么利用这段时间呢 我们重新思考 我们这个身体还能做什么 那么台湾有一个舞蹈家 叫这个林怀民 他就说一个经过 太极拳训练的身体 精锯训练的身体 能够表达什么样的舞蹈语言 反而产生了新的契机 你看这个拍抖音 我觉得我将来还要继续 做我的冰箱评论员 我有意思啊 非常戏谑的点评 实施 比在这个电视媒体上 正金为作的点评 有另外一种韵吻 再者还有一个金庸小说 里有一个人物 叫纠摩智 纠摩智会了72种 少林寺的绝技 你回这么多 你这不是对身体有伤害 不是 他有一种不同的内功 叫小无相功 那就是说 我现在干的这些事 上课也好 写书也好 陆斗林也好 都是做内容生产 都是做表达 那么他练的是一样内功 就是传播 我将来我的这个人生价值 将来要获得指数级的上涨 那么肯定在于 我不要不断地打摸 我的核心竞争力 我的核心竞争力 就是传播 我疫情过后 为什么不继续做下去呢 我身边也有很多朋友 觉得要试一试 过去都是隔岸关火 觉得抖音挺好玩 但是呢 没时间 现在呢 都有时间 都在尝试 我印象中啊 我的一个好朋友 叫做警察的 平时啊 都是打击那个什么呢 打击那个电信诈骗的 现在也开始上抖音上 关着车门 对着车门说 摔一下车门 有点模仿我 但是也不要紧 大家一会儿谈谈 还有那个 就是更有利于打击那些骗子 这个和乐而不为呢 好些人都上抖音了 我觉得这是个好事 是 您说呢 确实啊 志勇这么一说 我发现了 您不光是在学这个金庸笔下的揪魔智 也是天龙八部 我觉得您的追逐无鱼 应该变成最后那个神秘莫测的扫地僧 看似平平 但是确实才是真正的这样一个英雄所在 所以今天非常感谢志勇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分享您的这样一个副业的这样一个分享 谢谢我们也希望您的副业能够做的风生水起 粉丝奔着230万去 好嘞 好 拜拜 谢谢志勇 可是刚老师在这时候我就在想 这个副业搞得风生水起 怎么才能做到主次分明 因为毕竟我们是有主业的 怎么样能够把主业做好的情况之下 再把副业做得好 因为它毕竟会消耗你的时间和你的精力 那您觉得在这方面有什么建议吗 我觉得我有这么两个体会 我这个岁数比较大 我们小的时候上学的时候 老师老师那时候毛泽东讲一句话 学生以学为主 我老觉得这个学生以学为主 但是他没说学什么呀 对不对 不是 我学什么不都是 我学钢琴是不是也算 大家觉得是玩 把这都归到玩 学钢琴可真不是玩 对呀 对呀 所以我说这也是音乐 而且它是一个美学嘛 美誉的一个重要部分 所以我就说呀 这个主业 副业的这个概念 可能今后慢慢的会逐渐的改变 它的那个边际呀 没有那么明显了吧 不那么明显 慢慢的就是有点模糊化 然后大家可以更广泛 更丰富的 挖掘自己的可能性和潜能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这个时候啊 我觉得啊 根据什么呢 三条 第一个 就是自己的实际的特长 和兴趣爱好 就是你到底爱什么 这个东西兴趣是最好的 葛老师 葛老师我问问您吧 如果您要开展一幅业 您会开展什么呀 我呀 我这岁数 我现在啊 我再去跟人家 在动胳膊动腿 我有点这什么 但是我至少我可以 比如说啊 现在我有朋友 就是把自己过去经历 这些好玩的事 小文章给写下来 做个小回忆 我跟他开玩笑 我说这个等你什么时候 判了无期徒刑 所以你在写 反正那都是在你肚子里搁着呢 你说你招什么急 这个呢 是挺好一选择 但是呢 如果有别的呢 有那个现在新的一些事 一些好玩的事 也可以来挖掘一下 比如说我遇到了一个朋友 这个朋友是一个 我特别喜欢的一个 过去的一个 现在已经八十多岁了 我从他呢 听他说说当年 咱们中国的一个 特殊领域的里边那些事 比如说他过去 中国最早的冰球队的队长 我就从这个角度 这厉害 我就他就说了好多 当时中国最早的冰球 是个什么情况 怎么起来的 这个我以后 让我可以把它记录下来 是 我替他写段回忆 你看这不是 这都是一些 根据自己的情况特长 根据自己可能利用到的资源 也根据社会的需要 大家喜欢 这样结合起来 就更能够使自己这个更完善 是 这葛老师今天在节目上 讲的有点谦虚 我知道葛老师 如果要开展一个富裕 有一个特别棒的选择 唱戏 唱戏是一个 还有介绍日本的 各种地道的美食 因为葛老师每次在办公室 总跟我们讲 哎呀 这是什么刺身好吃 怎么吃 哪个部位比较的重要 这加来要期待一下 他其实在疫情期间 作为用工方的这个企业 根据劳动市场的行情 推出了一个叫 灵活用工的措施 平时深藏不落的高人们 就暂时出现了转行 我们就来见识见识 之前我上班的地方 以前的话上班是 从下午6点钟到 基本上凌晨3点钟 虽然我现在还在倒时差 但是我会积极地适应 做教练这么多年 积累了一些销售经验 就是运用在他们这个 门店的卖卡 一天最多的话 是卖出过10张卡 直接在酒店上班 我是一名厨师 干着干着我就发现 他跟我们酒店差不多 酒店是按单子给做菜 这块是我们二单给的一个减货 疫情结束之后 还是会做食材 那个供应商的老本行 但是就是这样买了定义车 所以坐着卧楼门 跑外买了 就把零碎时间用起来 与之前的工作相比的话 这个差距是蛮大的 因为我之前的话是做老师 然后现在的话 可能更多的是实际上 一些动手上的一些操作 实际上这次疫情 一定程度上是催火了 像共享员工这个概念 因为很多中小企业 他们难以复工 那么网购需求出现了暴增 就让这个减货员 快递员出现了巨大的缺口 于是有的企业就借出 无工可开的人 到网购物流行业工作 签订三方协议 有的企业就直接让员工 自己去找兼职 当然了 灵活用工绝对不限于 说是快递网购这个方面 报告显示 中国的灵活用工市场规模 最近在三年快速增长 不过这种用工模式 比例上只有9%左右 未来要发展起来 比方说跨行业的劳动合同 怎么签 社保怎么缴纳 到保险 怎么交这些细节 可能还是需要 一步步的来完善的 我觉得这真的是 一个很好的办法 本身就有人说 预计灵活用工这件事情 在未来十年 可能是一个爆发的增长点 但是您觉得 现在疫情突然间来了 有没有可能把这个时间推浅 对 每次这样重大的疫情危机 都是对社会的一次调整 都说明你这个社会 过去有不足的地方 比如说你对公共卫生 这个部分重视的不够 清洁 卫生 环保 有短板 那你就调整 我们做人 找工作的模式 也是这样 我们比如以后 有些可以在家里开的会 就不一定非得 大家非得凑在一块去开 又浪费交通 又造成各方面的传染的可能性 这个慢慢的都会 逐渐的都会有一些改变 而且我在这里 我想说一句 最近中央政府 北京咱们中央政府 提出一个口号 说这个疫情复工复产 第一个就要就业 稳就业 保就业 怎么稳呢 要支援企业 先巩固企业 有企业企业才能有就业 现在我得说一个 要把支援企业和灵活用工 然后保证就业 这三个合起来就完整 是 好 我们今天聊得 特别特别的热闹 我们希望各位能尽量的 能够找到自己这个兴趣 来开展他们的这样一个复印 我觉得兴趣可能是最重要的 接下来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来之后继续带各位 我们来全媒体大开讲 稍后见 全媒体大开讲 全方位视听盛宴 等你来开启 拿起手机索码 关注官方微博微信 上客户端 了解台前幕后一手资讯 打开微信摇一摇 进入电视识别功能 背着电视摇摇手机 探索互动新闻法 亮出你的独家观点 我们有话一起讲 欢迎回来 疫情期间 很多的消息叫真假难辩 没关系马上进入我们的谣言曝光台 接下来把时间还是交给北京新媒体的制动 一块来看看哪些消息是假的 疫情面前刚要保持谨慎理性 这里是由全媒体大开讲 联手富华网为您带来的 新冠肺炎谣言曝光台 马上来看一下这两天都问 哪些谣言在迷惑大家 首先带你来关注 最近在美国有不法分子 假借驻纽约总领馆的名义 招揽回国的私人包机售票 对此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发布声明表示 有关信息军事不时传言 请在美华人注意 避免上当受骗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同时使馆方面也建议 根据中美两国防疫实践经验 和医学专家的意见 疫情期间应该尽量地避免旅行 不流动才是最大的安全 再来关注到这两天 隋分和的境外输入病例 引起了很多民众的担心 而在黑龙江林口县的民众朋友圈中 就传当地的一名杨某 与隋分和的民众一起吃过饭 已经被确诊感染 而经过相关部门调查 杨某的核酸抗体检测 以及核酸检测的结果均为阴性 显然那条消息是谣言 就要解遭遭者刘某 已经被当地的公安机关 处以行政拘留7日的处罚 最后再来关注 最近有一些网络媒体发消息说 几内亚政府抓扣了在地的中国公民 对此中国驻几内亚使馆发布声明表示 相关内容纯属捏造 并且对破坏中级友谊和中非友谊的行为 表示愤慨和谴责 事关也表示当前疫情在全球蔓延 各方应该保持团结互信 加强协调合作 不造谣 不信谣 不传谣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谣言曝光台 今天的《转角看到爱》 是青年词曲作家邓国平先生 向我们大开讲巴来的 自己作词的抗议歌曲《真情》 希望通过这一首创作于17年前 非典时期的《真情》 为当下这场仍未结束的全球新冠战役 增添一份感动和力量 你微笑的目光 透出不达真诚的眼泪 面对时代的召唤 面对时代的召唤 面对生命的呐喊 你立下坚定的誓言 勇敢上阵 在没有笑颜的战斗中 你忘掉自己把今人的无私藏在心间 那我们全民大卡奖也继续在征集全球 为抗议加油打击的视频 大家把拍好的视频 发到屏幕下方显示 大开讲的公共邮箱当中 抗议之路 凤凰也期待和您一起 那么以上就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各位的陪伴 也感谢更新人做的评论和分析 陈彦老师 明天见了 拜拜 明天见 明天见